大家好,咱们今天学习一下浙代村的画法 浙代村是元代画家倪云林擅长用的一种村法 倪云林呢就是元四家之一倪赛 倪赛这个画家呢他是本身有点这个洁癖的这种习惯啊 所以他的画面呢出现的这个景致呢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近景的石头的一堆组合包括远景的突破 然后中景是这个湖面啊 他是这么一种平远式的构图 然后他的石头呢基本上以这个湖边的这种方解石为主啊 就是方解石 所以他的整体的石头呢他比较偏方啊 披麻村村入手的时候 他这种村法入手的时候一般都是中锋托笔啊 脱笔然后转入侧峰下来啊形成这么一个转折啊 所以他叫折带啊有这种转折的这种角 他有一个折笔是吧有一个折笔 有转折啊 所以他称为折带村啊 这样脱笔过来转侧峰啊 然后交错 这是村法这是他的村法 他的石头一般是这种我说过方解石 所以他的石头一般也是偏方的啊 我勾了一块石头 大家看啊 偏方啊有这种棱角 啊这是一个结构啊 这样的石头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勾勒这部啊 勾勒完了呢 然后我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寸擦 顺着他的结构线啊 这边也是石的底端 我可以直接用侧峰 上面我可以脱笔过来 这边也可以这样逆峰过来 下来啊 或者是这样走 也可以也是结构的地方比较多 村完了之后呢 他有时候村的差不多 笔封一干了之后 就直接带有一些擦笔啊 过来 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些结构的地方 好 有的时候呢 村擦会结合 然后他的点胎的方式 一般会用到这种横点啊 横点 点在结构的地方啊 我再画大一块大一点的石头啊 好 大家看一下 画一个大小石头的一个组合啊 先画一块小一点的石头啊 大家注意石头啊 要有一个转折 啊 这是他的一些结构线啊 他区别皮麻村就是主要还是 他的这个石形 皮麻村基本上比较圆滑 但是他呢比较方 和野村的石头呢 他比较尖的啊 好 这是一块 然后在这上面再加一块小的 我稍微变化一下啊 虽然是方的 但是让他石头和之间 石头之间有些变化 又加了一块小的啊 然后 我再画一块大一点的啊 在这个上面 多画一些结构啊 偏方的结构啊 下来 到这边 啊 我再起了一块 然后到这 这块 往上走 它够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会带有稍稍带有一点错峰啊 然后让我再加一块小的石头 啊 我可以在这基础啊 继续加是吧 继续添加石头 好 我现在呢 蹭一下 好 还是在他这个轮廓和这个结构线搭建好之后 啊 顺着他的结构走 啊 或者这样 底端啊 这边 上了 这边也是 侧峰 然后拖笔 是吧 或者这样 逆峰 下来 这边也是 拖笔 相互有 交错啊 石头底 底端 底端会多一点 好 我就上这擦一擦 集中这结构的地方啊 这边也是 啊 这是折袋村的特点 啊 大家记住了 中峰行笔 村的时候要中峰 中峰 中峰脱笔啊 中峰脱笔 中峰脱笔 然后顺峰 然后这是顺势 啊 侧峰 往下 啊 侧峰 侧笔 啊 一般是 横笔的时候 横笔 是偏细啊 横笔偏细 偏细 纵笔 纵笔 偏粗 纵笔偏粗 啊 就是我横笔是这样中峰脱笔过来 然后到了纵笔 到了纵笔的时候 是吧 侧峰顺手而下 然后这样 有交错啊 不光是这样直上直下 有时候他会斜着过来 是吧 啊 这样 一个过程 这下面这是石头的组合 点胎一般就是横点啊 因为你一在他这个画面中 点胎都是这种横点啊 比横过来横点啊 点在石头的外轮廓 还有这个结构上啊 结构的地方点一点啊 啊 这个呢 就是 折袋村啊 好 大家记住了石形偏方啊 就可以石形偏方 然后 村笔的时候就是中峰脱笔 侧峰顺势而下啊 反方向就是这样 这样过来啊 或者是先纵笔 然后再 接上这条 横笔过来 是吧 也可以这样 啊 石头的整个的勾勒的轮廓 整体是偏方的 实行偏方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要讲的 主要带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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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里 下面呢 下节课呢 咱们继续讲这个县村的村盘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